抗战时期日本军帽上,为什么也会有颗五角星?没想到意义这么深刻。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五星红旗一直都是中国的标志,我国的国旗上也都是五角星,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,在抗战时期日本士兵头上戴的军帽和头盔上,也都有一颗五角星。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?首先戴过去的时候,五角星并不是一个国家的专利这样的标志,无论哪个国家都是可以使用的,当然也包括现在。 日本当时的军帽非常普通,所以就想在帽子上面装饰一些东西,然而日本在抗战时期在中国待的时间是最长的看见我。 中国士兵头盔上都会有一颗五角星锁,以他们也在自己的军帽上弄了一颗,但后来才发现原来五角星和日本的国花非常相似就是樱花,可是樱花只有日本才会有日本士兵常年在外打仗,非常想念自己的家乡。